方圆自从和郭富城结婚后就备受关注,从方圆生完孩子的大半年来看,他现在的阔态生活过得蛮有滋有味的,除了偶尔跟朋友出去购物旅行还在做美食,今日方圆在个人社交软件晒出自己亲手做的美食照并写道,饭后做了一个松饼给大家吃,虽然不太好看,从照片的卖性来看,松饼的形状还算规整,除了表面有些焦黄,香蕉的摆放意外颇为用心,整体上算过关,看来还处于努力学习制作节的, 可贵于是他亲手所做,为此不少网友称赞他心灵手巧纷纷求制作食谱,还觉得方圆晒出此图实在是爱远在国外工作的郭富城,其实之前方圆也有晒过给郭富城嫁出的照片,但是那时候被吐槽得很厉害,当时方圆和郭富城两人恋情还没有被网友全部接受,不管怎样方圆能嫁给郭富城长一个宠亲老公,确实虽然蛮有胡气,加上他也比较低调做事不过于张扬,难怪郭富城会选择他做背后小女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